大家好,我是章俊勇Thomas 我今天很開心,因為我最小的弟弟章俊健 現在叫做章尼黑神父的進度儀式 在去年同一個時候,其實我出席了他在 Washington DC 的一個進度儀式 他在Latural Shine 裏面做的 氣氛和環境很漂亮 但他這次選回香港 我問他為什麼 因為香港是新於師、長於師的地方 他很想將這個救恩可以在香港彰顯 亦希望有更多的家人 可以一起跟他分享一個開心喜悅的日子 問我的心路歷程 開始的時候,我第一次聽到他 據說他想選擇這條路的時候 我是很詫異、很突然 還有一點點不是很明白 那時候我還沒說是否支持 但我是不是很明白 因為我還沒想到是否支持 但我家人其實很多都沒有 不是很支持的 我弟弟支持的 我弟弟都比較虔誠 我爸爸媽媽他們是比較不明白 還有也是有一點反對 但是在過程裏面 其實我見到我弟弟 每一次他在不同地方 我都要去探望他 每一次我都很開心 每一次我去到零修的地方 我都感覺到很欣慰 雖然我每次時間不長 但我感覺上 每一次我去到 我都是很開心的 因為我看到他在不斷成長 我弟弟是一個不向開心人 但是我看到他在零修心裡 那種開心喜悅 和他在工作讀書的那種開心喜悅 其實很不一樣 所以其實這件事都確認了 我對他選擇這條路 我覺得他的選擇是對的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他 我都很希望他可以繼續 將他自己選定 上至於讓他選擇這條路 是可以做得好 接下來其實他作為一個傳導者 我相信他不會只在香港 他會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將他的一些開心歡樂 和一些恩典 和世人去分享 我在這裡祝福我弟弟 他是一個充滿夢想的人 我希望他將他的一些夢想 一些喜悅 一些救恩 和全世界身邊所有的每一個人 可以去分享 這裡我希望 因為有他的出現 令到我們家裡更加開心 更加多人會明白他 和祝福他